輸出我剛剛寫好在哪裡呢 假設我今天希望把SANPRODA這個公式 直接拿到哪邊呢 直接拿到VBA裡面直接用 那我剛剛丟是丟一個 一個值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那我希望因為我已經寫好一個公式了 我希望能夠動態的把這個公式 丟到這個格子裡面 這個前面好像講過了 只是稍微再做個複習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你先把架構先寫好 一樣是for i 等於13到最後一列 然後裡面的話就是這個儲存格裡面 放的是什麼你先給他一個空置串 再來做什麼呢 把你先做好的那個公式 前提是一般的人已經做很多公式嘛 你就把你的公式複製一下 第一個公式複製起來 取消 切到哪裡呢 這邊 貼到雙銀號中間 好 但這個時候可不可以 可以 不過他只限在 第 可能第13 第一個成績而已 輸出 名稱不對 這邊改一下 多一個什麼 名稱不能一樣 我們是用內部函數 OK 好那直接執行 他變成全部84 所以你要做兩件事 我講過 第一個如果裡面有雙銀號的話 請你把它改成 他這個 要把公式放到這裡面來 有幾個原則 1 如果你有雙銀號 變成 兩個雙銀號 就是把這個變兩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什麼呢 他的列號 比如這個11 列號 不是不是11 應該是13 這個列號 改成什麼 改成i 這個東西 因為他應該是13 可是再來應該變14 一直到27 怎麼放進來 很簡單嘛 應該還記得吧 選他 雙銀號 雙銀號 移到中間 endender 移到中間 再放個i 那end前後要空白 來 好做完了 做一個之後的話 後面這個一樣 選起來 雙銀號到雙銀號 Ctrl C 再把後面這個13 貼上 OK 好 這樣就做完了 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執行過 他就會幫我怎麼 把這個公式 直接輸出到這邊來 優標放這邊執行 有沒有 直接執行 答案的話 跟旁邊一模一樣 那剛剛輸出的是一個值 可是你現在優標放在儲存歌裡面 你會發現 這裡面是輸出一個一個的公式 而這個公式的話 他會自動 把這個 i 有沒有 動態丟進去 所以這樣 到27結束 OK 所以第二個方法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如何把那個VPA裡面 輸出的不是一個值 而是一個公式 就是把這個公式 丟到這邊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你們不要 擦 你 說 這 scrc 你 這 有 是 descobrir 你